感觉来武汉过早的每个外地人应该都跟我一样了 大宝小包的 我操 志向 老武汉的热干面根本不加三道酒 你们说淡酒这个东西早上喝了那么多开车 早上6点起床过早了 大家好 这是大白 现在是武汉时间 早上7点不到 对于不能起早的人来说 来武汉过早真的很痛苦 湖北这个省份是我除了新疆以外 好像是唯一一个没有来过的省份了 来过个早感受一下武汉人民这边的早餐文化 当地朋友给我推荐一下 说是本地人都去的一条街 全是本地帮会的正宗的那种早点 而是没有网络店 OK 天天圈吃饱饭 我们去尝一下都有什么好吃的 人家来说我们都愿意在大县路口的 好好好 去尝一下 不过你们看这个排场 大家都坐在路边吃 没有很像重庆的街头 要啥 要个鸡关饺 要鸡关饺 嗯 多少钱一个 两块五个 好 那一个的 这个多少钱一份 六块钱一份 有个司机跟我说 这个面我一定要吃 这个咋卖 一块五个 一块五个 来两个 这玩意儿没馅儿 没有 香葱的 香葱的 哦 三块 对 哇 这烟火器 看着贼棒 这是什么馅儿的 糯米和粉条两口馅儿 两块钱一个 我一样来一个吧 好 谢谢 再来一份热干面五块 你刚才有个饭酒吧 哎 对 这个饭酒 哦 芝麻酱啊 菜鸡的 这是咸菜吗 胡油丁 萝卜丁 这是什么 这个骨熟手啊 嗯 要不然你饭走开呀 好好好 把香醋辣椒一加 味染汤好 加点这个鸟 这是什么 我们秘制的剁椒 好好好 泡露椒也可以加是吧 泡露椒不要加一次 好好好 我看的热干面根本不加酸豆角 是吗 好好 这个淡酒直接磕个生气蛋在里面 哎 淡 我开水一冲就完事了 哎 这是白糖是吧 这是白糖 白米糟 我感觉来武汉过早的每一个外地人 应该都跟我一样 大包小包的 但是本地人我看手里就那么一两样 正宗的武汉热干面 竟然是不加酸豆角的 说实话这玩意我不是第一次吃 但我在外地吃的都有酸豆角 不知道正不正宗 反正这个看起来 它倒也没有那么的干其实 它这个底下吧 你看底下这个酱还是稍微有一点的 哇 看这个面 哇 闻起那种干香干香的 它拌的这个手感好硬的 尝尝 我操 巨香 我作为一个北方的S这种花红酱的味道 这个是机关脚 很大一个 这个里面是有肉的 但是量还有点感人 三天豆皮尝一下 我在网上刷的这玩意刷的真的好多遍了 红洁面其实还是很有东西了 里面有香菇 然后糯米 这个糯米煎的焦焦的 然后最下面就是一层蛋皮 口感是那种怨韧的 这玩意好景宝 就是一口大米饭的那种感觉 不能先吃 快点面吃了 哎 你们说如果是正宗的武汉肉干面 是不搭酸豆角的话 摆那的意思是什么 不用不用外敌人放 放我们吃不惯 可以理解 约我有点噎啊 喝点这个淡酒 里面就是好像打了个淡花 不知道你们吃没什么 那个唠叨汤圆啊 就是那个味儿 有米香味 这个好喝 淡淡的那种甜味 武汉的汽水包 在我们那儿就叫水煎包 这是粉条的 里面长这样 这是糯米的 你们好好看啊 这是个糯米的 颜色跟粉条一样 我以为是粉条 这是个咸香味的糯米的感觉 大家来武汉一定要尝一下这个淡酒 真的 比想象中好喝多了 里面点亮 不过说的话包的不是粉 里面这个粉条味略干 然后这个面霧 就是我来武汉第一天 资鸡师傅强烈推荐的 就把人说好吃 啪一下 葱香味它这个口感还不错 上面这个面是很脆的 反正这会儿很糯 这种口感软软的 肉眼可见的葱花葱特别多 你们说淡酒这个东西早上喝了不能开车 然后这么一大堆东西 我算一下好像是23块5 平时吃的话 大家应该就是一碗面再配个别的东西就OK了 很便宜 如果来武汉玩的话 过早可以来这条街尝一下 我觉得还不错 OK祝大家双方向 我们下期见